半眼小人物对于很多演员来说都是不小的难题 这里有半眼失败被大众吐槽 得也有十分成功从此定位经典的 下面我们一起说说那些角色深入人心 让你透过荧幕看到自己或者贴近泥土 一周星驰时间朱白居过戏一晃几十年过去 记忆里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人光也终将老去 从智能搞怪的星仔到忧郁深沉的星爷 不过几部电影的距离 然而岁月却像波涛汹涌的海水 洗涤一切一往无前 有时候我们总想在电影里看到星爷的再次出演 就像那些残存在童年记忆里的碎片 又或许我们应该知足一点 他的笑容已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最好的戏 他所扮演的三个任务 是至今被人津津乐到最多的角色之一 非别是尹天秋 星仔 至尊王 尹天秋 其实喜剧之王这部电影 更是向周星驰自传制的回忆 和多年喜剧表演生涯的一个总结 周星驰把尹天秋这种小人物的自尊 与卑微交织缠绕的复杂心态 表现得不拘一格却淋漓尽致 尹天秋和妓女有飘飘一夜激情之后 从盒子里拿出了他的所有财产 虽然只是钢蹦 手表 存着还有一本演员的自我修养 他想要挽留却又怕拒绝 弱弱地问了句 不上班行不行 又飘飘回了句 不上班你养我吧 转头就走了 尹天秋犹豫了一会大喊道 我养你呀 喜剧之王整部影片的基调 是偏伤感和浪漫的 人物形象也和周星驰以往的喜剧片截然不同 透过尹天秋这一角色 可以看出周星驰作为一个演员 始终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心情 那句其实我是一个演员的内心袒露 十分令人动容 星宰 其实看了这么多年的功夫男主到底叫什么 一直不清楚 这也是查了之后 原来还有一个星宰的称呼 这就是周星驰塑造的人物 可能连名字都不重要 但并不妨碍我们牢记功夫 这部电影堪称是周星驰的巅峰之作 一如既往的架构 在周氏喜剧自成一派的无厘头风格之上 但去掉了以往那些粗俗的搞笑技巧 观众可以发现功夫忠效的已经不那么轻松了 内在的凝重令人动容 周星驰饰演的小混混 星宰 从一心渴望加入做了多端的斧头帮 到肉体被摧毁后的精神觉醒 大胆其功亦能伸张正义 这个过程可谓是妙去横省 但是影片的最后 却揭示了这一切 都只是一个花光了所有零花钱 从流浪汉弄买了一本武功秘籍 如来神掌的小男孩 所做的一个梦而已 整部电影的情节设计 真可谓是人生如梦 戏如人生 至尊宝 就如其名字 这个角色在我看来 确实是周星驰在影迷心中的至尊角色 无可替代 如而是看笑话般大话西游 到青春期读懂紫霞逝去的哀伤 再到成年活成了好像条狗 这就像彩蛋原来只有失去很多 才能读懂那条狗原来是我自己 周星驰借刀客的嘴 说出了 对对自己最大的嘲讽 从刚上用不火诋毁烂骗 到如今已经不能用经典来形容 只能像歌词那般 从前现在过去了 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 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 天边的你漂泊白 云外苦海翻起爱恨 在世间难逃避命运二 黄渤现如今称呼 黄渤都可以称之为情圣 当然不是说他多情 而是他的情商高 在演艺圈处时是很高有多高 与其林志玲在和他合作过一次之后 直言黄渤是他想要的类型 类型大概不是说他多帅 但他一定让你踏实舒服 而黄渤扮演过那些深入人心的小人物 薛六一个善良的农民工生存之民工 在当时播出时轰动很大 对于亏欠农民工工资一事 在当时社会是这点话题 而他扮演的小民工立志 要干一番大事业 却波折重重 谁就能想到这个一大堆不夥的主角的三线配角 能成为五十亿底 牛二 黄国在斗牛中延续了一贯的倒霉运 在片中身穿破旧棉袄 面色有黑油竹干了一层碳粉 发型成爆炸式 仿佛刚被雷劈果 不仅扮相狼狈